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不要去考虑 人临终之后在灵魂这个阶段当中 他什么都懂 什么样的言语他都懂 如果念他自己的言语 这是对他有一份亲情 念品的言语他都懂 确确确实实 更高的层次就更不必说 但像花草树木 他什么都懂 江文波斯做的诗面 你们就想到各种不同文字他都会懂 比我们都厉害 各种不同的言语他都懂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分别 没这种 另一个大盘魂 他要想到大盘魂要写定 有我一份他就去了 他一看另我的名字他就不去了 是他自己不愿意去的 这是让他感受的 是他自己执着 那就会发生 明白这个道理 有团体的时候 我是这个团体的 我怎么会不算 没有我一份呢 所以一定要懂得到 这些妄想杂念自然就没有了 谢谢大家